在本教程中,我们首先从Dithub上下载所有你需要的软件,然后逐一安装 检查硬件要求,确保你的电脑适合它 在任何浏览器中,在搜索引擎中 写上Dithub的PRISM Core 你可以点击链接并切换到该标签 或谷歌搜索链接 选择Dithub上的PRISM Core 这个链接在所有PRISM视频下面,点击它 我们已经转移到Dithub的PRISM Core仓库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PRISM区块链开发人员的所有链接 点击链接,在Windows上下载PRISM Core 你选择你的操作系统,系统询问要下载到哪里 选择桌面 点击保存,瞬间就好了 桌面上出现了一个PRISM图标 为了更快地将整个区块链历史下载到Nodo 我建议下载DB文件夹的投稿 要做到这一点,请到DithubPRISM Core 选择下载 官方区块链快照 Torrent或Zip文件夹 我选择Zip文件夹 你可以下载到你的桌面 我将下载到D盘以节省C盘的空间 进入我的电脑 按D盘,PRISM DB文件夹已经下载 在它上面点击右键 选择属性 这个文件夹的重量是14.6G 转到Github上的PRISM仓库 并点击下载 Java8 for PRISM Core U221 Windows 点击 将Zip存档到你的桌面 保存 下载的Java文件夹出现在桌面上 再次进入Github仓库 并选择下载 PRISM Core下画线Mouse for all operating systems v1.2 或V1.32 我选择V1.32 点击 在你的桌面上 保存 文件夹Mouse v1.32出现在桌面上 在本视频的第一部分 我们下载了四个完全免费的程序 一免费的PRISM Core软件放在C盘 用来在电脑上安装自己的诺达 二将2023年1月5日前的免费 区块链历史记录到地盘 以加快区块链历史的同步 三免费的Java 8U221 使Noda功能齐全 四还有一个免费的Mod来显示 Noda的所有功能 在你的Forge钱包里 在本视频的第二部分 我们继续运行下载的程序 你做的第一件事是启动 NODU 点击这个图标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勾选该方框 点击下一步 在这里也勾选这个框 然后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 安装将继续进行 在这里去掉一个勾 点击完成 桌面上会出现一个 PRISM的快捷方式 在你点击它并启动Noda之前 在你的电脑上 安装下载的Java 8U221 进入控制面板 程序和组件 检查用Noda安装的Java版本 版本8更新162已安装 而我们需要U221 按卸载 你真的要卸载吗 是的 Java被卸载了 现在点击Java 8U221 文件夹 打开它 有两个启动它的说明 一个是英语 第二个是俄语 选择这两个文件 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下一个 下一步 开始加载 下一步 现在安装 点击关闭 转到控制面板 程序 并看到Java 8U221 已经安装 重新启动计算机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 Java不被更新 要做到这一点 按Start键 所有的应用程序 找到Java 检查更新 更新数据 清除复选框 不检查 应用 确定 按下 我的电脑 在搜索引擎中 输入Regular Editor 下载后 点击注册表图标 按 HT本地基 按Software 下一步 每台电脑 都会有不同的路径 检查这些通道 看看哪条适合你的 你的任务是找到 Enable Java Update 这个文件夹 在我的例子中 这个文件夹的位置是 计算机 HT本地机器 Software Wall 6432 Node Java软体 Java更新 政策 启用Java更新 按启用 Java更新文件夹 删除1 插入一个0 按确定 现在你的Java 将不会更新到 新的付费版本 桌面上的Java文件夹 可以被删除 如果你在下载文件夹中 下载了它 你也可以从那里删除它 重新启动你的电脑 并 继续运行 Noda 点击PRISM的快捷方式 选择属性 下一步 找到文件 会显示一个包含 已安装程序的文件夹 找到PRISM Config 选择该文件 点击按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它 在最上面一行 输入你的静态IP地址 如果你的IP是动态的 你可以留空 在这里 你可以写上你的Noda的名字 我写的是Valentina S-I-N-E-M-A-R 这是我的YouTube频道名称 编一个管理密码 并把它放在这个区域 在这里插入你的个人钱包的公共地址 你已经通过这个视频创建了个人钱包 如果你还没有创建个人钱包 你可以在启动Noda时创建一个 默认情况下 让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点击第一行 这里是将在PIROS中显示的静态信任地址 这里也是 不要碰这里的任何东西 在这里打上两个钩 这里也是 不要改变任何东西 按保存加启动 PRISON Noda正准备开始 而我们正在关闭所有的文件 一个阻断警告出现了 我们忽略了这个警告病 按允许访问 选择你的国家 点击我是一个注册用户 如果你还没有创建一个个人在线钱包 那么请点击这个图标 并在其位置上出现带有钥匙的图标 点击这个钥匙 把这里发明的你的密码 粘贴到准备好的文本文件上 密码必须是至少113至120个字符的长度 并且是带空格的小拉丁字母 从一个文本文件中复制它 复制 将你的密码粘贴在这里 按回车键 Noda 使用你发明的密码 已经为你生成了你的钱包地址和公钥 你点击了钱包地址 你的钱包细节就出来了 复制你的钱包公钥 把它粘贴到一个文本文件中 点击钱包地址 复制钱包地址 把它粘贴到一个文本文件中 重复几次 点击节点中的退出按钮 退出这个钱包 点击图标 插入你的密码进行验证 这样 在Noda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创建许多钱包 按登录 你的地址和公钥 必须与你已经收到的密码的地址和公钥一致 保存该文件 对该文件进行截图 并将该文件转移到U盘上 如果你已经创建了一个在线钱包 并且有它的地址 那么在这里粘贴你的钱包地址 点击记住 如果你有多个钱包 每次你在这里粘贴另一个钱包的新地址 并点击保存 Noda会默认记住你最多100的钱包的地址 而当你离开Noda时 你可以在这里切换你的钱包 点击箭头即可进入 区块链目前正在加载 请等待直到它完全加载完毕 区块链已经从零区块开始加载 它是在2018年7月27日启动的 启动时间为21小时17分59秒 按最小化Noda的窗口 并禁用计算机的睡眠模式 要做到这一点 点击选项齿轮 选择电源和电池 选择屏幕和睡眠模式 进用屏幕可以不做改变 点击选项45分钟后的睡眠模式 选择复选框 选择 永不关机 要停用这个功能 按启用睡眠模式 Noda已经下载了近4个小时 只下载了22% 点击对等体标签 在下载过程中 Noda自动连接到 PRISM区块链网络的14个节点 目前为止余额为0 因为这个钱包是最近创建的 节点只下载到了 805,417个区块的高度 为了加快区块历史的下载速度 让我们替换一下 我们上传到C盘的DB文件夹 要做到这一点 在任务栏上 点击PRISM图标 并点击关机退出 按我的电脑 驱动器地 下载的PRISMDB文件夹 点击 打开 现在找到C盘的DB文件夹 第一个选项 我的电脑C盘用户用户名 我有联想 你可能有用户 然后是AppData 漫游 PRISM文件夹 PRISMDB文件夹 第二个选择 我的电脑 C Drive 键入PRISMDB 搜索结果 选择文件夹的路径 C Users Lenovo AppData Roaming PRISM 点击 突出显示C盘的所有文件夹 并删除 该文件夹是空的 现在突出显示D盘的所有文件 并把它们拖放到C盘上 在这里我们开始加载交易历史 这个过程很漫长但很有用 从零开始下载到2023年5月需要几天时间 用替换的DB文件夹加载只需要几个小时 当DB文件夹下载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 点击PRISM属性快捷方式 文件位置 PRISM配置 启动NODU 等待区块链历史完全同步 今天5月28日生成的区块的高度是2544982 这个钱包上的余额是28987个B 还没有结构性余额 因为我还没有在这个钱包下激活任何钱包 而POWER Mining工作并从这个余额中为我生成新的硬币 速度很慢但很可靠 断开诺达的连接 点击从Dictup下载的MOD文件夹 打开该文件夹 在该文件夹中有两个手动安装MOD的说明 一个是英文的 第二个是俄语 选择自动替换该文件夹的内容 点击UI文件夹 选择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点击PRISM的快捷方式 属性 文件的位置 点击HTMPL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中找到UI文件夹 点击它 点击它 然后随着重新启动你的电脑 这个MOD当运行诺达时让你有能力 在几秒钟内只需按下一个按钮 计算机后 启动诺达 点击锻造账户标签 有0个密实账户 点击按钮 激活密实 有一个请求 我应该连接一个电子钱包还是从一个文件运行 从另一个文件按 选择闪存驱动器媒体 打开 选择所需的文件夹 打开 连接锻造的过程开始了 点击浏览 并点击锻造账户 而所有PRISM钱包在一秒钟内自动连接到锻造 PRISM核心的简易安装 使得任何拥有电脑和互联网的人都可以在个人电脑上安装一个冷钱包 这就是为什么PRISM被称为人民的硬币 把这个视频上传到你的频道 分享这个信息 给你的朋友和熟人一个机会 让他们在自己的钱包里参与到个人币的产生 收到硬币的被动永久收入 从你的硬币钱包中留下口令作为遗产 在任何企业中应用PRISM加密货币作为礼物折扣 给其客户购买任何商品和服务 希望这个视频教程对你有用 设置标记 订阅该频道 请写下评论 实际上 它跑滰了! 它现在是第四天 вот现在来的ffen物 这就是鞋 这就是多起头 難道 到这边 grave 你看你还要做和亮 浮浮ه